大家好,我是一课TALKS的讲者胡胜之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家庭教育的这个话题 本人研究关系心理已经很多年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更多的是 关于家庭教育和家庭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事情,每一个事物 当我们看到千变万化或者各式各样的一些现象的时候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底层的逻辑 那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 关系由于教育 你对待孩子的方式决定孩子的未来 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有孩子的 我们经常在想 如果我们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那未来你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是作为父母或者作为很多的人 都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 但是家庭教育又是一个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困惑的 因为在教育内卷的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关系 对于家庭教育或者对于孩子的未来 我们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教育这个概念 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会模糊 那么我们都知道 教育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间必然经受的东西 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 人会受到教育 但是动物不会 当然我们说有可能有些人会说 动物也会受到教育 比如说刚刚出生的小动物 它的父母就是会教它如何捕食 如何去找到适应 或者适合的这种生成的策略 如何去发展生殖或者怎么样 但是更多的类似于一种本能的状态 但是我们人类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在家庭中间的一些教育 我们很多的时候说 现在很多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间 我们享受的教育资源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给他找最好的老师 我们给他找最好的学校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补习班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就是教育的手段 线上的线下的或者说一教娱乐的 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教育的本质其实是让我们一个懵懂的人 成为一个我们自己有自己思想 有独到见解 然后我们可以去很好的适应社会的 这样一个人 所以教育的本质更多的是 人成为人 或者说是我们的人去点亮人 那我们说学校教育可能 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但是在家庭教育中间 我更希望认为的是 人如何去点亮另外一个人 所以家庭教育的本质 就是我们父母如何去对待孩子 然后孩子在我们父母的身上 我们的言传身教中间学习到什么 未来做人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既然是关系又于教育 那么关系又是什么 我想讲一下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们说之所以一个人要跟另外一个人建立关系 我和你要建立关系 这里边无非是两个动机 一个动机是什么 一个动机就是跟你在一起 或者和你在一起 而另外一个动机是什么 另外一个动机是 我会认同并且成为你那个样子 所以在家庭教育中间 更多的很多的时候说 你父母对于孩子做了什么不重要 但是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说言传身教言传身教 言传身教的概念就是 我以身作则 我做的很多的行为 我的言语 我的很多为人处事的方式 被我们的孩子慢慢的认同到 有些可能我们孩子认同 有些我们不认同 至于父母对孩子说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这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听到的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到后来 当他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思考 或者见了这大前的世界 见到了其他人的时候 父母已经不是唯一的 这种教授者的那一刻起 他就会有很多的思考或者冲突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有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被我们父母严厉地对待的时候 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就是当我被我父亲很严厉 或者打骂的时候 甚至于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些所谓的精神虐待的时候 我那一刻脑子里想到的是 如果是隔壁的某某某的爸爸做我的爸爸就好了 那种感觉那一刻似乎是对我父亲的那种方式 或者我对我父亲的全部的否认 所以在这里我父亲说了什么 其实那一刻对于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伤害我 或者说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的人 他说的任何的东西 我不会去认同 甚至于我会反抗 就有点像是 如果你有一个敌人 你不会去听你的敌人告诉你什么 所以关系就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们的关系 已经成为了这样的对立的 或者敌对的关系的那一刻 其实教育的本身他就没有了 或者有人会说 不是啊 你应该感谢有一些你的对手 就是你的老师 很好的老师 不好意思 对孩子来说 他还没有思考到这一点 我们这个是在我们所说的挫折以后 然后到最终 我们去反思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挫折的事件中间 我们找到一个积极的意义的时候 这已经要有具备有很强烈的 或者说很强大的逻辑思考 包括归纳的能力 或反思的能力的那一刻 这些东西才会实现 对一个孩子来说 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因此我们的教育 在这个过程中间 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 如何让我们父母 对待孩子 如何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来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在我们更多的时候 我们孩子在家庭教育中间 所汲取的营养 或者说汲取的他生命的 整个滋养的过程 那么最终我们的孩子 可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的家长说 现在包括很多的媒体 很多的教育学者都说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这个很有意思 这句话的话 其实坑了很多的家长 因为为什么说坑了很多的家长 我们会认为 自然而然的去到一个好的幼儿园 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都会成为他的起跑线 因为他的起跑线比较好 我看过一幅漫画 就是这个漫画 就是一个孩子出生了以后 他可能背后要背着 一家子人的膝带 但是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坐在了一台豪华的轿车上面 但是同样的起跑线 哪个孩子跑得更快一些 但是生命并不是一个短跑的过程 它是一个长跑的过程 所以一个孩子 哪怕是他的起跑线很好 但是如果说他的能力不够的话 那在跑步的过程中间 他自然而然会落后 但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教育 或者说孩子的成长过程 变成是一个相互攀比的 一个竞争的过程呢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更多是来自于我们家长 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期望 并且家长的自恋所造成的 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 他能够给我带来的感觉是很优越的 我们说人的生存在这个生命中间 我们的很多的感觉是我们需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种存在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的一种掌控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自己一种价值体验感 还有我们说一种优越性的体验 这种优越体验的话 从我们人开始知道有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会在无意识中间 我们想去体会到的 就像作为我们成年人 有一些人说我开了一台什么样的车 一台豪华的车 而我只是开了一台相对来说 比较很一般的车 这个时候可能豪华车的人 他就会有一种优越感体验 就包括我们去买很多奢侈品 各方面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一种体验 我有的你们有 你有的我比你的好 所以在这种文化中间 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 或者竞争的文化中间 开始我们把孩子变成了 就是很多的时候变成了一种竞争的 或者说是获取我们自己 父母优越感的一个类似于 不能说工具 但是最起码这个孩子的本质 他变成了父母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说孩子的起跑线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意志 加在了一个懵懂的孩子身上 但是孩子那时候 对于父母给予的东西 他们只能全盘接受 他们无法拒绝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东西对于自己来说 好或者不好 也许他认为的好与不好 只能是本能性的 这个比如说你给我吃一个苹果 是我喜欢吃的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 妈妈对我很好 但是你给我一个苹果 但那个孩子不喜欢吃苹果 那么在这个里边 他会觉得那种感觉很糟糕 就像很多的爸爸妈妈 经常逼着自己的孩子吃蔬菜一样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 在家庭里边的一种教育的过程 其实从一开始 孩子的出生就已经在开始了 很多人说 我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现在的话就是他只要吃了睡 睡睡了吃 但是很有意思 当你的家庭中间 父母对待他的方式 其实也可以影响到孩子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安全的体验感 有一些爸爸妈妈就特别喜欢孩子 喜欢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就是孩子在睡觉的时候 孩子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看着他越看越可爱 我们就想去玩弄他一下 然后孩子被打搅了 这一刻他的体验并不好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或者说我们看到很多孩子 要做满月酒 或者说是做一些什么 周岁的一些庆典 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在睡觉 但是亲朋好友都来了 那一刻 然后可能爸爸妈妈 为了自己的一个面子 或者说为了 就是各式各样的理由吧 就是有的时候 宾客要去看看孩子 自然而然我们不好拒绝 所以就把孩子弄醒 孩子在那种吵杂的环境里边 可能他感觉到的是一种侵入性的体验 但是有时候我们 对待孩子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认为孩子不懂 或者说我们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应该这样子的 所以在我们说的家庭教育中间 它不光光是一个 你跟他说要怎么样 就有点像是我们说教一样 或者传授一样 更多的是如何在这个里边 保持或者说是维护 建立一种什么样的 家庭教育的氛围 更多的是 类似于我们所说的 关系的氛围 因此在更多的时候 我一直说 家庭中间的很多的关系 就是孩子的起跑线 当一个孩子身处在一个 家庭关系不是很和谐 经常有冲突的情境中的时候 这个孩子自然而然 他会觉得这个世界 因为家庭 家对于孩子来说 刚刚出生的孩子 或者说更小的孩子来说 这就是他的全部 爸爸妈妈就是全部 重要的养育者就是全部 那如果在冲突的关系里边 那个孩子所体验到的感觉 自然而然不好 特别是一些婴儿 甚至于刚刚对于一个 看待他的一个养育者 在他面前发生的那一刻 脸上的表情 就直接影响到 这个孩子对这个世界的体验 我经常对很多的新手妈妈说 很多妈妈很焦虑 刚刚做妈妈以后 她说应该怎么样 对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更有安全感一些 我说其实 如果有可能的话 当孩子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解读 他的需要同时满足他 这个叫及时满足感 如果说一个孩子 在幼年的时候 没有得到一些及时满足的话 他在成年了以后 他就会拼命地去找 那些及时满足的感觉 所以我们经常说 在谈恋爱中间 如果有一些男孩子 或者一些女孩子 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对方不满足 他一个要求 他马上就发飙 马上就作 其实我们都说 这个孩子可能缺爱 从小缺爱的孩子容易捉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没有被及时满足过 那家庭 我对那些妈妈又同样说 我说 当你再去见到你孩子的那一刻 只要孩子睁着眼睛 你见着他的时候 孩子一睁眼看到的是 你的一张笑脸 而且那种笑是很真诚的笑 那么这一刻你的孩子会感觉到很安心 为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 自己有能力去影响其他人 这就是他的价值体验 那这种婴儿的价值体验 跟我们成人的价值体验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说很多的非常成功的人 我们之所以说他成功 是因为他有影响力 他可以去影响到别人 有一些人成功了以后 他可以给别人 这个社会解决很多很多的工作的机会 或者说他给国家交了很多很多的税 或者说他的一个理论 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人 这就是他的价值感的体验 所以从婴儿的时候 如果他可以影响到妈妈的表情 对一个婴儿来说 这是他内在最核心的体验感 那么家庭关系是孩子的起跑线 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细节就知道 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 我们对于家庭关系 家庭教育它一定是发生在家里边 那么家里边到底对于我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家庭教育是如此的重要 因为家是出发地 也是我们的贵属地 什么叫出发地 我们的前期的在学龄前 甚至于是在成人之前的 很多的事情都是发生在 自己的原先的家里 很多人说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就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 原生家庭里边包含的 更多的是你的父母重要的养育者 所以家是你的出发地 当然同时我们到最终你会发现 我们的很多的幸福感体验 都是在家里边产生的 所以我说家又是我们的归属地 你看一到春节的时候 每个人都急着回家 我们下了班以后 很多急着回家 到了家里以后 我们说家里边的感觉 就是很放松 可以让我在这里边 得到休养生息 然后好了 休养生息以后 我们再出发 所以家属我们的归属地 我在研究就是我们中国的男性 现在的生成状态 包括我们中国的家庭教育 整个家庭教育 现在目前的现状 所以在2021年 就今年 我们刚刚联合一些其他的机构 发布了中国家庭教育的白皮书 那里边就有很多的 因为有5000多个调查对象 然后那里边就有很多人说 就是在家里没有一种 特别强烈的归属感 有一些 甚至做了父母以后 我们都觉得在家里 感觉不仅不是很好 反而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 或者工作的时候感觉更好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在家里边的家庭关系 给我们带来的体验 它不是一种滋养式的 可能是消耗式的 比如说家里边经常冲突 比如说家里边走进去的时候 冰冷如水 就是那种冷冰冰的感觉 我们经常中国人还说 风水的概念 当然我们这个风水 很多人说这是迷信 我把它认为风水 其实就是一个家里边的 一种氛围的感觉 你如何去创造一个 让我们感觉到舒服的氛围 我的生活中间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些体验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了以后 因为你见的蛮多的 所以也去过很多人的家里边 做客 有些人的家里边 看上去非常奢华 然后人与人之间 似乎都也挺客气 他们也很好客 但是走进去 我的感觉就不是很好 然后那种感觉更多的 似乎是好像是孤单的感觉 但是有一些家里边 走进去的话 虽然家里边没有那么奢华 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么客气 但你走进去了以后 就特别舒服 那种舒服的感觉 其实就是滋养我们自己的感觉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 家是很重要的 它的重要点就是 是我们出发地 也是我们的归属地 因此不管怎么样来说 在家庭关系 在家里边所发生的 所有的关系 对于我们孩子来说 那可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 一个我们所说的 对于它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庭教育 当然 你在什么样的土壤里边成长 那么对于我们 就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以前经常说很多的植物 特别是水果 比如说养在淮河以南 叫橘子 养在淮河以北 叫稚 它是更多的是 它的土壤里边的 微量元素 所造成的一个果实 在我的家乡无锡 有一个桃 叫水蜜桃 那个水蜜桃 叫阳山水蜜桃 很有意思 它就是只有在阳山 那一个小土堆 因为是个火山岩 所以那个地方的话 长出来的桃又甜又软 就是可以吸的那种水蜜桃 但是那个棵树 如果种在其他的地方 它长出来的桃 就不是这个样子 家庭系统 更有点像是这个土壤 我们在什么样的系统里边 我们自然而然 就形成什么样的人 我们任何的家庭教育 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爸爸妈妈 其实平时都是非常努力的人 而且一直处在一个 非常焦虑的状态里边 然后要让孩子淡定 这个孩子很难淡定的 我们说 这性格不是随你吗 我们这个是基因里边传承的 不是 更多的是一个系统 对一个孩子的影响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比如说有一个领养的孩子 在一个系统里边也不一样 我曾经有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家的父母 我父母经常说 我们家里边是比较善良的一个家 家庭 那在这个家庭里边 养一条狗都不会咬人的 都很温顺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系统里边 所有的个体在这个系统里边 都会受到这个系统的影响 当我们走进一个家里边 一个人的家里边 他感觉到是冷冰冰的 你就自然而然会感觉 我不想待在里边太久 我想离开 所以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孩子 到了高考的时候 父母说你靠家里边近一点的地方 然后很多人说 不 我就要早早地离开这个家 因为这个家里边 给我的感觉实在太糟了 为什么 它是一个强烈的控制系统 我没有自由 我没有自主 我没有说话的权利 我没有任何想要的东西 可以获得满足 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安排的 那一刻我就特别想脱离 还有一些人到了国外以后 忽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家里边乖巧听话 到了国外 做了很多 可能甚至于破坏秩序的事情 我有很多的 在我的心理咨询的 这二十多年中间 遇到了很多很多 这样家庭中间的某个孩子 然后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很多是在国外留学 但是在留学的过程中间 父母是希望他去留学 学习知识 但是他到了那边以后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甚至有一些人在那边犯罪 然后并且然后受到了法律制裁 国外的法律制裁的这样的状态 很多人就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我如此乖巧 而且那么善良 那么听话 我怎么他出去了以后 我不认识他 很多父母说 我怎么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 我真的没想到 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会告诉他们是这样的人 只是说他们把这方面的器械东西 在你的家庭中间 在你们面前 在这个系统里边 把它压抑隐秘下来 那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放飞了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放飞自我 但那也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家庭关系它是一个系统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获得了滋养 还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消耗的感觉 有一些人说 我在家庭关系中间 我的角色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很多的孩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他变成了一个 有两种这种角色 我们在无意识中间会扮演两种角色 比如说一个家 他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父母确实是很辛苦的 就是这样的在生活着 然后特别渴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甚至于或者有一些父母 父亲或者母亲一方 可能会有一些些残疾 或者说什么其他的 那么家里边有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他肢体卷钱的 一个孩子的那一刻 那就是希望更早地 让孩子能够来照顾到这个家里边 甚至于承载这个家庭 未来的希望 那么在那一刻 这个孩子有可能 他在无意识中间会认同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 我是这个家庭的价值提供者 在以前的多子女家庭里边 经常会有这样的人 比如说家里边中男情女 然后一个女儿 第一个生出来的是女儿 第二个生出来的又是女儿 第三个生出来的是个儿子 然后其实父母更希望的是一个儿子的出生 那在这之前 那个姐姐就开始了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要带弟弟妹妹 要去更多的挣钱 为了弟弟读书 有可能会牺牲掉自己的 学习的机会 这些很多发生 那这个姐姐就很显然 就是一个价值提供者 那么她对于这个家庭 哪怕她结了婚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她也会为这个家庭 原先的家里边 源源不断地提供价值 比如说贴补娘家 拿付家的钱 然后拿回来 然后贴补娘家 更多的是她想在这个家庭中间 能够特到一种肯定 因为这种角色是父母赋予她的 那一刻可能她已经脱离不了这个角色 那对于她来说 这个家庭对她来说是消耗的呢 还是说提供滋养的呢 我们自己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还有一种角色 叫痛苦的疗愈者 什么叫痛苦的疗愈者 很简单 就比如说有一些孩子 经常看到自己的妈妈会哭 会难过 这个时候这个孩子 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让自己的妈妈快乐起来 比如说一个妈妈 因为跟自己的丈夫之间的关系 不是很好 然后丈夫离家出走 这个时候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在说 妈妈没关系 别难过了 以后长大了以后 我给你买大房子 我给你怎么样 我给你垂垂背吧 然后妈妈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然后这一刻 孩子就觉得自己对妈妈有贡献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就不断地去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家庭关系 它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更多的在这里 我们会有一个各式各样的系统 那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系统里边 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 他就会感受到这个系统的力量 所以在家庭教育中间 我们不管对孩子说了多么正确的话 有的时候都是一些废话 为什么 我们的系统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边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它其实可能是在冲突的 或者说是不是很和谐的 或者说是对立的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 任何的教育就有可能 它不会发生 它更多的是走向了它反面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正向系统 还是复向系统 我们要看到的是 在这里我们再去看一下 在家庭教育发生之前 或者说我们要对孩子 进行什么样的家庭教育的时候 父母如何去看待 我们这个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说的正向系统 一个对我们有滋养功能的 一个系统的话 那就不一样 就有点像是一个好的团队 给每一个团队中间的团员 都是支持的 当然这个团队的话 里边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各具所能 然后不断地在 大家在为这个团队赋能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 身处在这个团队里边 我们会觉得很有力量 然后可以敢于去挑战一些事情 其实这里边不管怎么样 它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元素或者因素 真相系统里边 互相系统里边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的角色 在家庭教育里边 我们说 你把孩子看成什么人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把孩子就看成孩子 把孩子看成一个无能的孩子 把孩子看成是一个 有未来的可以成长的孩子 我们在这里边扮演的 这个角色是什么 有些父母包办了孩子的 所有的东西 完全就是孩子的救世主 有些父母甚至于 在这个过程里边 他需要的是 孩子来满足我所有的东西 孩子可能不是孩子 变成了是父母的 父母的那个角色 但这些东西 我们很难去看到 因为没有一面镜子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思考的话 很难去观察到这一些 因为我们自己 是很难看到自己的 所以角色如何明确 孩子就是孩子 父母就是父母 那第二方面 我们父母和 父母的功能 它是一定是完整的 如果说有一些父母 父亲 我经常在很多的场合 分享过 我说父性的功能 为此我还写了一本书 叫如果父爱缺席 很多的时候说 我说父亲父爱 父性是三个概念 父亲可能是生物性的父亲 他只是提供了一个精子 然后他把自己的基因 放在里边了 然后就成长起来 那个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 但一个父亲的话 这是生物性父亲 但是父亲的话 其实在家里边 我们还要具备有父爱 他的父性功能是完整的 这样的父亲 才是一个好的父亲 那这个功能是什么 功能就是比如说 他具备有养家糊口的能力 他对孩子可以保护的 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可以如何去规训孩子的 就给孩子建立规则 带他出去玩 认知到外在的规则的 那么还有我们有完整的 自己的完整的稳定的价值观 包括你自己的很多的 为人处事三观的概念 如何去传递给孩子的 所以这才是一个功能完整的 角色功能是完整的 那么责权力清晰 我们所说的 每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系统里边 或者说一个家里边 其实他都有责任的 就像一个孩子到了三岁以后 他就要回去学会自己吃饭 自己穿衣服 这些东西也是他的责任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拨 我们拥有了很大的 对孩子的掌控的权利 但是同时也剥夺了 孩子的很多的责任 但是责任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当我们是自己 是负责的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自己 很有存在感 很有价值 但是如果我们被 责责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那是很麻烦的 所以在现代的家庭中间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 他既不拥有权利 很多他应该自己去承担的责任 都没有 什么意思 就哪怕是学习 做作业这个事情 是做作业 学习是一个学生的责任 那你的孩子正好 在学龄的状态里边 这是他的责任 但是我们会发现 很多的父母 很多的妈妈 会去把这个责任给替代过来 做作业都是 陪着孩子做 看着孩子做 帮孩子做 教孩子做 那这个里边的话 其实他就不清晰了 孩子在被妈妈不断的催促 或者陪伴的 看着做作业 批改的过程中间 他自然而然的 他觉得 这不是我的责任 这是妈妈的责任 现在很多的学校老师 也会在有意无意的 然后把很多的这种教育 学校教育的责任 扔到父母的身上 我并不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责权力清晰的状态 就像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去学会自己吃饭 然后为家里边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打个垃圾 到了他七岁八岁的时候 他可以学习如何做饭 甚至又晚一点回去 他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蛋炒饭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会觉得 他对我贡献 对家庭对我是有贡献的 那这样的孩子的话 对于孩子本身 他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所以还有就是 我们所说的正向系统 里还很重要的 就是彼此支持 我们会发现 在疫情期间 很多的家里边 为什么所有的家庭成员 在一起就会鸡飞狗跳 那也就意味着 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冲突非常大的 甚至于有很多的 网上的段子 就是一个孩子 每天的日常就是 做作业被骂 打游戏被骂 睡觉被骂 吃东西被骂 洗漱被骂 然后呢 爸爸的一天就是 不管怎么样就是被骂 然后呢 妈妈是吃饭骂人 然后怎么骂人 怎么骂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 就好像在这里 有一个主要的人 在评判着所有的人 所以这里边不是一种 彼此支持的感觉 甚至于有一些 有一些父母 当孩子在外面 可能有一些过失 或者说有一些犯错 然后已经受到了 很严厉的惩罚了以后 然后回到家里了以后 再一次的二次暴击 我们称之为二次暴击 就有点像是 有一些孩子 在学走路的时候 或者说 骑脚踏车的时候 然后他已经摔了一跤 很疼了 然后一方面 我们把他抱起来 然后第二方面 马上说 你怎么不好好走路 然后为此 很多的表达中间 我们会发现 很多很多的是 这种具备 有攻击性的一种表达 所以我还特意弄了一个 弄了一个 就是如何选择 好好说话的 这样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 更多的是 在家庭中间 能够家人和家人之间 或者说朋友之间 或者同事之间 更好地如此去表达 这种很好的表达 其实就是一种 很好的支持 但是糟糕的表达 就是一种攻击 我们都知道 所以在一个家庭中间 一个正向系统 他一定是彼此支持的 他如果说 经常在讲道理的 你这个做得不对 那个做得不对 变成一个评判者 然后再评判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感受不到 这种支持的力量 就有点像是 哪怕 哪怕我犯错了 但是那一刻 我会很害怕 我会很恐慌 我会很沮丧的那一刻 我希望你能够支持到 我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里边 比如说一个孩子 妈妈没有很好的对待 对待 然后呢 那个孩子出了意外 甚至于有一些 极端的意外事情 孩子给 给逆 逆亡了 然后这个时候 一个父亲知道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在责怪这个妈妈 怎么没看好孩子 那个父亲跑过来 然后看到自己太太 看到自己孩子 已经这样了 然后心里边怒火冲烧 把自己的妻子 马了一顿 甚至于动手 但这一刻 我相信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种支持性的关系 它更多的是一种 对立的 甚至敌对的关系 彼此支持 是一个正向的系统 那么虚伪正常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开放了三胎 那在这里的话 很多的孩子 说我不希望有弟弟妹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抢我的 抢我的爱 抢父母的关注 很多人 我们就会跟孩子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 还是爱你的 我对你每一个孩子 都是一模一样 其实不是的 父母对孩子 有一些倾向性 那是很正常 这是我们的人性的本能 本质 但是在这里的话 如何去跟孩子说好 先来后到的这个过程 大的要让小的 那其实对于很多大的来说 他会觉得很委屈 对不对 所以在虚伪中间 很多的时候反而是 哥哥姐姐来到这个世界 更早一些 我跟他建立的关系 更长一些 那么我们的互动 更多一些 你是弟弟 我们也在建立 所以在这里边的 序位如果说 玩正常的话 先来后到 我们知道的话 那就很多的时候 这个系统 就会良好的运转 那么 复向系统的话 我们是 这个来自于我自己的 写过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在网上的点击率 大概过亿的 说一个焦虑的妈妈 加一个缺位的爸爸 等于一个100% 情绪障碍的孩子 我们只要看一下 互相系统里边 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妈妈是焦虑的状态 爸爸是缺位的状态 孩子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障碍 所谓的情绪障碍 就是我们所指的 他会一会很高兴 一会很不高兴 然后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马上就很任性 或者怎么样 这个孩子好像没有 自我情绪的控制能力 什么东西就特别任性 或者说遇到一些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马上就很害怕 很退缩 然后把自己关闭起来 然后沉溺于网络中间 或者说沉溺于游戏中间 我们称之为 这是情绪障碍的状态 那么这种附向系统 其实焦虑的妈妈 和缺位的爸爸 完成了这样一个系统 这个孩子在这个系统里边 得不到一种支持 得不到一种滋养 那么慢慢的就变得 特别特别害怕 妈妈不能信任 为什么 我跟她说一件事情 妈妈很焦虑 妈妈很痛苦 妈妈很无力的那一刻 我反而觉得我自己有罪 或者说我很愧疚 那爸爸找不到 因为我需要在爸爸身上 得到的那些支持 他不在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面 这个孩子成长 就变成了一个野蛮生长 或者说是 只能是自己成长的状态 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太难了 因此他不知道 如何去运对这个真实的世界 那我们说的 附向系统的动力 更多的是来自于 恐惧避害 封闭又重复 往往在我们的中国家庭中间 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 看上去好像是不错的 但是你再深入的去分析一下 它里边的动力系统 包括我们不要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 拼命的逼着孩子包很多班 然后或者说 总是让自己孩子 甚至于去学吃一些 增长智力的药物 什么之类的 这些背后全都是恐惧 然后往往在这里 你会发现 很多的父母 如果陷入到这样一个系统里边的时候 其实它是很封闭 我们看到叫很固执 然后它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这种重复的话 每天就像很多孩子说 妈你不要说了 我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 永远是这样子 对 这样这种情形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附向系统 这种附向系统给孩子带来的体验 包括对孩子的影响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要去对孩子一个教育成为 让孩子成为一个精英 让孩子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栋梁这样的 在这个系统里边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系统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 包括我们现在的父母 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又想让孩子成为精英 但是我们对待他的方式 又把它当成一个废材来对待的 这就是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附向系统 什么叫把孩子当成废材 五六岁还在喂饭 然后哪怕系个鞋带 到了初中一年级 我看到很多的孩子都不会自己系鞋带 很有意思 然后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但是他的变成了叫高分低能的状态 高分低能高分低能 如果说对于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他的生命来讲 能力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生命的支持系统 分数其实是只管我们遇到了哪里一个学校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你又高了一个起点 但是能力不够 你起点再高 到后来就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 在北京大学我有一个同行叫徐凯文 他做了很多的调研 包括他所写了很多的调研报告 他说在北大这样的精英学府 我们所说的去北大的孩子都是很优秀的 但里边的人 有很多的人他甚至于他的能力真的是很弱很弱 然后甚至于他用了一个名字叫空心病 空心病 就是空心什么意思呢 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于有一些事情如何去应对 他也不清楚 所以往往我们说 这个孩子各方面的能力不够 虽然分数在那里 他只是说记忆能力比较强 在那里完成了一个考试 然后去了那个地方 但是到最终 这些孩子也会被淘汰掉 所以这种控制系统 就是典型的一个复向系统 当我们的家庭教育 在控制系统里边发生的那一刻 这种家庭教育就会适得其反 那什么是控制 控制的三个要素 让你内疚或者愧疚就可以控制你了 让你恐惧 对吧 让你害怕威胁你 你就可以控制你了 然后说你不负责任 那么如果再说的简单一些 叫一哭 恶恶三上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控制系统 哭是什么 哭是我的悲伤 是你造成的 让你愧疚 闹是什么 闹是让你经常威胁 让你感觉到失控了 很害怕 失控的害怕感 那么三上吊是什么 我的生命你要负责 我死给你看 然后你必须要为我负责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典型的控制系统 这种控制系统里边的 这种两个人来说 在这种关系来说 一定是被我们消耗的 所以一旦遇到控制系统 很多的孩子 为什么想尽快的逃离 有些爸爸妈妈经常跟我说 这个孩子在外面 其实朋友什么东西 他很乐观很外向 但是一到家里 什么话都不想跟我说 那么我们很多父母 要去重新的厘清一下 我们的家里边 这个系统 是不是一个典型的 控制的互相系统 我刚刚说了 好的风水 其实就是一个正向系统 里边父词子笑 什么之类的 我们再美好的形容词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它积极向上 然后每一个人 在这里边有存在感 每一个人在这里边 都能够被价值肯定 每一个人都知道 自己要什么 每一个人都在 为这个系统赋能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团队 一个家庭 就像一个团队一样 从小我们听到一个儿歌 很有意思的 那个儿歌是这样唱的 爸爸妈妈要上班 我上幼儿园 对吧 然后我不哭不闹 然后就是对爸爸妈妈 最好的贡献 那爸爸妈妈去上班 创造资源 然后给到家里边 这就是对家的贡献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去真的去理解的话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在我们文化 包括我们的一些 最简单的 普世的一些认知中间 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好的风水 其实就是一个正向系统 正向系统很简单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什么是一个正向的系统 家庭教育的根本 就是对整个家庭的教育 也就是说我们在更多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去清晰的认知到 最起码父母应该认知到 我们的家庭系统 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在这里扮演的角色 各方面的东西 能够很清晰的 厘清到自己了以后 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 才有意义 在如果说早一百年以前 我们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家庭里边都有 比如说是家风家训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 如何去创造一个好的系统 每一个人在这里边的责权力 它是规定的清清楚楚 所以孩子只要从认知的 开始的时候 他就知道会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家庭里边 出来的孩子有家教 但有些孩子没家教 我们甚至不是没有家教 他的家教可能更多 他的家庭教育很多人 他的父母也一直在教育他 教育他 但其实是很多父母在控制他 控制他 所以很多熊孩子都一定在一个 控制性的家庭里边出来的 那么最终的话 我们所说的家庭教育最好的方式 是什么 是在什么样的关系里边呢 那到底关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关系 或者说什么样的亲子关系 什么样的伴侣关系 最重要 我们的人更喜欢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对我们有滋养呢 很简单 当你要去开一个公司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有技术 对方有资金 对方 另一个张三 也是我的朋友 他营销很厉害 那我们三个人就是铁三角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拿最擅长的部分 我们做最擅长的部分 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他 所以他们讲究的叫合作 我翻译过一本书叫阿德勒的走出孤独 是阿德勒的一个理论 阿德勒的理论中间有一个理论 是我是非常认同的 阿德勒这个人也是三大 世界上三大心理学大师 他跟弗洛伊德融格是齐名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也许在在座的各位 有人看过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的话 其实就是阿德勒的理论 做的一本书 它里边有一个叫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我们听到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其实就是阿德勒提出来的 它里边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说 他说任何的关系都是合作 合作才是因道理 那什么样的关系是合作关系呢 那么我们如何在家庭教育中间 我们跟孩子之间建立一个合作的 关系 如何和孩子合作 很多父母说 天哪 我怎么可能跟孩子合作呢 孩子是我的孩子 我应该教育他 我怎么跟他合作嘛 对不对 你不要说 真的需要合作的 很多妈妈跟孩子之间合作 哪怕是一个婴儿 他合作的也很好 什么意思 妈妈很清楚 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要吃奶 什么时候会睡觉 然后遵循了这个规律了以后 然后他就知道安排自己的时间 因为只有在孩子睡觉的时候 他做其他自己的事情 然后等到孩子快醒的时候 这个妈妈会很快速的来到这个孩子面前 待在那里 或者说他很快速的回应他 那他跟孩子之间的合作就合作得很好 我们经常会很多的妈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很多孩子在哭闹的时候 我们怎么哄都哄不好 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对方的需求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们特别有一种强烈的意愿 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听自己的话 我昨天还遇到一个 我的同事妈妈 然后跟自己一岁的女儿说 你吃东西你不要吃到脸上 那个孩子还是吃得满脸都是 后来他听我说了合作的这个概念 然后就让他吃得再脏也没关系 然后自己能吃东西吃得很好 再长也没关系 然后到最后他把这个孩子 拎到浴缸里边一冲干干净净 他甚至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洗一个孩子比洗衣服简单多了 很有意思对吧 而且你跟孩子洗澡 其实也要跟孩子合作的 如果不合作的话 你硬来的话 这个孩子会拼命的扭来扭去 然后到后来你洗澡甚至于出现危险 就这个概念 所以你如何跟孩子合作 如何去跟他合作 那么怎么样合作呢 家庭教育只有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 才会闪闪发光 怎么样来合作 其实就是让孩子成为孩子 我们作为父母如何让孩子成为孩子 这个好重要 那么我们要知道 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间 一个人的成长里边 一个人的生 就是我们生命中间 我们需要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作为父母来说 我们也是从孩子状态过来 哪怕是孩子状态和成年状态之间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它是一定会要有的 这是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 作为人 他一定会要有价值体验 所谓的价值体验 就是我们对别人是有贡献的 就像在一个团队中间 你如果负责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一块 你自然而然会觉得很有价值 甚至于这个团队开会的时候 一定要等到你来 原因是什么 你的价值很高 然后很多人说 我们公司会不会会把我辞退 有些人说 公司里边会辞退 所有人也不会辞退我 因为我的不可替代性 这就是我们人的价值感 因为你对这个团队 你对他人的一个贡献是多大 所以孩子的价值感是什么 来自于父母的肯定的 很多的孩子 就是一方面得到了父母最好的照顾 第二方面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个废物 越是照顾的越多 孩子废物的感觉越多 一个十几岁都不会系鞋带的男孩 他会觉得自己的价值感很高吗 不会 什么东西都要爸爸妈妈来满足的 他会有价值感吗 不会 他对别人有没有贡献 他不清楚 当然也不会 所以这种价值感是一般是来自于父母的肯定 肯定什么 肯定他的努力 不是肯定他的结果 是肯定他的努力 就像我们父母说 不对啊 我经常肯定我孩子 我经常夸他 你好棒啊 你好聪明啊 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啊 只是说现在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难道对他不是肯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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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肯定 如果你夸他聪明的话 是夸你自己 因为聪明是基因 70%是来自于你的基因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你夸他聪明 不会让他有价值感 只会让你自己有自恋感 自有满足感 所以在这里的话 如何去肯定孩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问 作为我们父母来说 你是如何肯定自己的 这很重要 就是当你学会自我肯定的时候 你才会去肯定你的孩子 如何去肯定呢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更多的 有很多的人来告诉你 如何去肯定你的孩子 和肯定自己 孩子的存在感 一定是被父母看见的 当一个孩子 如果说在学校受到了委屈 回去了以后 回去了以后 然后父母马上感知到了 感知到了以后 马上就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孩子我说 他说我想静静 那个爸爸妈妈说 静静是谁 那这个时候 孩子是没有存在感的 他没有被父母看到 所以真正好的 我经常用的一个例子 就是很多男人 喜欢红袖天香 红袖天香的概念是什么 一个男人在外面 然后也可能有一些些挫败感 然后回到家里了以后 他在那坐着 静静坐着 这个时候自己的太太拿过来 一杯茶放在那里 也不说话就走 那男的就喝了 喝到快没的时候 他太太似乎有 第六感 有直觉 马上已经帮她续好了 那个男人怎么喝 都有那杯热热的茶 然后但是那个妻子在旁边 一声不吭 当这个时候 男人在这里边 自己处理了挺好了 然后就跟自己的太太说话 那太太寒气默默地看着 在听你说 这个就是一种红袖天香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存在感 那父母如何去看到自己的孩子 那么最终孩子的掌控感 也是来自于父母的接纳 就是当一个孩子要去 对一些事情好奇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如果觉得很危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会去拒绝 或者说一个孩子 想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父母觉得 我们的孩子好像他没有这个能力 马上就否定了他 那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一种掌控感 所谓的掌控感 是自己训练出来的 自己通过现实检验得来的 就是我会骑脚踏车 我会怎么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种掌控的感觉 那如何父母如果说 对于我们来说是挑剂的 或者苛刻的父母 或者说内心胆小害怕的父母 我们不会让孩子去训练这种掌控的感觉 不会给他机会的 就像很多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那玩沙子 这个沙子要到眼睛里耳朵里 赶紧不要玩了 那个爬高不能爬 那个高了会摔下来会危险 就不让他爬了 那很多的孩子你会发现 他的体能各方面 身体的掌控感也会很弱 有一种训练叫感同训练 很多孩子感同失调 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父母没有给到他更多的去爬行 更多的去探索的机会 所以他缺乏了掌控的协调性 从控制到合作 这是新的思考 也是父母的成长 所以如何跟孩子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 更多的是我们父母是需要很好的思考的 在你要对孩子教育之前 你要知道你跟孩子建立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样 你在孩子心里是什么 你孩子在你心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合作的关系 其实在家庭中间既然如此的重要 那么合作的关系的要素是什么 这个在我们幼儿园的时候 幼儿园老师都已经教给我们了 我们说跟别人之间要这样子 如果别人给了你一个好的东西 或者给了你一个礼物 给了你好的体验 你要说谢谢你 如果说你有一些事情做了以后 可能对对方有一些伤害的 或者说给别人的利益带来了损害的 我们一定要说对不起 如果说别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做了一些事情我们 也没有对我们受到任何的影响 但是呢 他就做了一些我们自己认为 我们无法认同的事情 但是他是一个人 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定会有一些些 比如说有一些自私啊或者怎么样的 我们要说没关系 也就是说尊重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所以谢谢你对不起没关系 这就是在合作关系中间 我们经常会彼此表达的三句话 这里边代表着他者的肯定他人的贡献 自我接纳和对他人的最基本的尊重 孩子的任务就是成为自己 父母的任务是引导孩子确定 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你的孩子被尊重了以后 他才可以去思考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我们父母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他看到了父母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他才能够去认同 并且成为那样的人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建立关系的 第二个最主要的动机 就是我想我认同你成为你 所以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很重要 我能跟孩子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更重要 你对待孩子的方式 决定孩子的未来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关系 为什么又于教育 如果一个教育 在一个糟糕的关系里边 这个教育是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 就是还是那句话 你不会听一个敌人对你的教诲 你只会认为敌人对你的教诲 就是一个阴谋 或者一个陷阱 而且当你要去遵循 或者说去认为这个敌人 对你的教诲有道理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背叛了自己 我们做不到 因此你如何对待你的孩子 决定你孩子的未来 这句话我希望 我们EcoTalks的 所有的听众 能够去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 也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一样的道理 我是有强迫症的 所以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我遵循时间也是一个强迫症的 很重要的表现 那么在这里还是说 感谢大家能够来听我这个 关系又于教育的这一次的分享 我希望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里边刚刚在那个过程中间 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朋友的问题 有哪些典型的家庭教育方式 在您看来是值得提倡的 我认为在更多的时候 就是说每个孩子 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给孩子的教育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就比如说孩子处在模仿阶段 我们给他呈现的一些东西 可能更多的是 让他如何去模仿 对吧 不管怎么来说 家庭教育的方式 我跟他说言传 是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为什么 讲道理是每一个人都会的 而且越是不讲道理 越喜欢讲道理 就是这个意思 很有意思 所以我说了 生教的方式可能更好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对我孩子的话 我的孩子 我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带他出去玩 带他出去玩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就只是坐在旁边 我看他玩 我不去做太多的干涉 除非他有很大的危险的时候 当他玩的时候 比如说他玩脏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脸上的笑容 各方面的东西 我看到的他是开心的笑 而不是看到他肮脏的衣服 因为开心的笑是他的体验 脏的衣服 有可能是我们的负担 因为我们要去洗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我更多的是去感受他的这种感觉 等他再大一点 我会带他去一些自然 他看到了很多的自然中间 大山大水 然后遇到一些困难了以后 他知道生命自然是值得敬畏的 当他有敬畏心 其他的规则感才会有 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人没有规则感 我们要去打破规则 无知者无畏 因为我们没有敬畏心 没有敬畏心 我们自然而然的 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所以再大一点的时候 我在很多的时候 我会跟他讨论 遇到一个事情 我们会发表不同的观点 然后一起来讨论 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 我对他的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们会开家庭会议 其实家庭会议就是一个 彼此表达自己观点的 有点像是脑爆 对 然后也会开展一下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这种家庭教育方式 也许是我内心中间特别渴望的 所以我用这种方式对待我的孩子的时候 我的孩子感受还不错 这样的方式可能是一种 当然我们还是说了 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比父母对孩子做什么更重要 第二你觉得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健康的 还是那句话就是关系优于教育 你的关系是合作式的关系 你所有的家庭教育都是健康的 那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性格养成有影响吗 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性格养成 占到了比重应该是占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在学校孩子的性格形成 孩子性格形成了以后才去学校的 所以孩子性格的养成是在家里 在家里 你的家庭教育造就了您什么样的性格 很有意思 我的家庭教育就是因为我父母是苛刻的挑剔的 然后他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我身上的 所以我造就了一个什么性格呢 第一我曾经很冲动 情绪障碍 然后也得过抑郁症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 他带给我的还有一些比较好的 就比如说我的一些 稍微强迫一些的感觉 那么以至于我就不知道 然后我很遵循彼此之间的约定 有契约精神 然后也能够去跟别人合作 而且他告诉我 我父亲经常告诉我说 当你要去交朋友的时候 你最好能够交一些比你厉害的人 因为你在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 然后让自己能够成长得更快一些 后来我 我后来发现我自己看看这几十年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朋友都很厉害 他们都比我厉害 然后我在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的东西 厉害的人还有一点 他们很遵守规则 然后同时我们的彼此的合作也会很好 在您看来 家庭教育最大的误区是什么 家庭教育 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 我们只关注在教育 我们理解的教育就是 就是说教 讲道理 然后很多人的家庭教育 其实更多的 他没有去遵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或者说我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更多的是什么呢 更多的是把孩子培养成为我脑子里理想的 那个孩子的状态 这可能是最大的家庭教育的误区 因为在什么样的土壤上面 有一些东西是永远种不出来的 就像在一个无序的家里边 让孩子成为一个有序的人格 几乎没有可能 所以在这里的话 可能这句话有点丧气 有点丧气 但是为什么以前说 一个精英的培养要经过三代人的努力 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说 以前一个妈妈对于家庭来说 就是一个情绪发动机 所以一个好女人望三代 也是这个道理 三代才能改变 如果你通过聊聊的几句话 每天不停地跟自己孩子唠叨 然后孩子就成为你理想的那个孩子了吗 可能性不大 反而他有可能变成那个反的方向的那个人 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大的误区 家庭教育 我更希望每一位 ICTALKS的伙伴们 我们都能够理解 还是那句话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跟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的家庭这个关系 这个系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厘清了这些 然后再去真正的给孩子一些 教育的内容 当然家庭教育更多的是 不是言传 更多的是身教 就像很多的爸爸妈妈说 我孩子没有阅读的习惯 他不喜欢阅读 我就问那个爸爸妈妈 你喜欢吗 你会在孩子面前阅读吗 对 如果经常在孩子面前捧着一本书 孩子自然而然会好奇 这个书对于爸爸妈妈为什么那么重要 看一下 慢慢就喜欢上 简单 简单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ICTALKS的 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ICTALKS 也更多的关注 胡胜之的关于家庭教育的一些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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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